你见过梅花十三和五六七的全家福吗 上一期画了可乐和安格斯 单身狗的你们流下了心酸的眼泪 并说让他们原地结婚 不知道你们看到梅花十三和五六七的全家福后 会有什么反应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对了 对了 穿越吧 五六七 和活动还在继续 奖品正在补货中 周五就可以对话了 大家可以长按点赞 不仅能获取货币 还能出现五六七 不信 你试试 还有还有 在评论和弹幕区 发送五六七或二七也能获得货币哦 发送五六七表情也是可以的 还等什么 快点刷起来 礼物在向咱们张手呢 你们都兑换到什么礼物了 快来评论区比一比 看看谁兑换的最多 你们猜猜五六七怀里抱着的是谁 我不信你们能猜对 五六七中一共有四对CP 除了五六七和梅花十三 还有咱们上一期化的可乐和安格斯 你知道剩下的两队是谁吗 都答对的一定是真爱粉儿哦 说到真爱粉 评论区打一波刺库五六七 我看看到底有多少真爱粉 五六七和梅花十三 可以说 这一队是官配 最后在一起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也有例外 这得看制作组喜欢喜剧 还是喜欢喜剧下的悲剧元素了 要是喜剧 可能剧情就是二人看破打打杀杀的生活 决定回小鸡岛过平凡的生活 五六七靠简化赚钱养家 要是悲剧 学五国的首领太难对付 最后牺牲了梅花十三或五六七 二人没能在一起 要是真是这结局 制作组都不用买刀了 毕竟到时候要多少有多少 我是比较偏向喜剧结局的 所以全家福我画了四个人 五六七和他的老婆孩子们 你们偏向哪个结局呢 或是有更好的想法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哦 这张全家福 你喜欢吗 关注我每天更新剪笔画教程哦